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百二十一集 爹爹也是 就那副臭骑篓子 还就爱照孤叶卫章 柳氏的声音忽然变了 既俏皮又温柔 穿风拂面般的叫人舒态 明来转头看着木兰 她的脸色不很好看 若不是应了 你要早些回来 陪地下去守夜无妨 长风一如既往的温存体贴 不过似乎有什么变了 明兰说不上来 长风转头道 四妹六妹 你们来了 莫兰情哼了一声 哼 你才瞧见啊 还到你眼中 只有媳妇一个呢 你和我说什么呢 长风笑着 不以为除 既然哥哥嫂嫂都在 那正好 我有一事要说 若兰忽然转色 目光逼逝着长风 如今 爹爹对哥哥欲发满意了 老太太也喜欢嫂嫂 既如此 哥哥嫂嫂为何不想个法子 把饮酿接回来 难不成 哥哥只顾自己过得舒服 就不理饮酿死活了 长风面红过耳 张口结舌的 言语不出 求助的目光往妻子身上靠 刘氏不慌不忙地笑了笑 乔四妹说的 倒想说你哥哥是个无情无义之徒了 莫兰冷冷一哼 撇过头去 我可没这么说 哼 如果姨娘生了我们兄妹 嫌能忘却 我是出嫁女 没有法子 可哥哥却是男子汉 为何无所作为 字字句句 咄咄逼人 长风无言以对 只能去看妻子 相公是男子汉 可正应是男子汉 就更知道 有所为 有所不为 四妹妹饱读诗书 怎么连这个道理也不懂了 有事扶着肚子站起 自有一种威严 姨娘对相公有声恩不讲 可在姨娘上头 还有老太太 老爷和太太 难不成为着姨娘一个 就网顾对老太太 老爷和太太的笑道了吗 刘氏侃侃而谈 朗生辩驳 自我经圣家门后 每季均往庄子上 送阴上吃食 来人也时时回报 姨娘的日子虽寂寞了些 可并未吃苦 这又何来不理姨娘死活之说 穆兰豁得站起 嫂子好变才 那般死气沉沉的儿日子 与死了有什么分别 柳氏轻轻一笑 直视着穆兰 姨娘做了错事 当然得受罚 穆兰怒目 你 又转头怒得长风 你 长风微微一缩 柳氏抢上前一步 柔身道 当年之时 相公已与我都说了 唉 说句不恭敬的 姨娘的确是不当 四妹 你也是为人妻 为人母的 难不成 你觉得姨娘做得对 她缓缓浮上自己的肚子 妇人 以夫为天 女儿 在家从妇 这是慢了天 也能说过去的道理 我 我不如四妹妹 读书多 只知我与孩儿 一切尽要仰赖相公 拼从相公 这话对着莫来说 柳氏的目光却看着长风 宁脸 侧头望去 只觉得柳氏的目光 充满了信任和依赖 便是武大郎 受了这目光 怕也自觉成了伪丈夫 何况长风这等 脸相喜悦的 莫然 面色阴沉 纷纷瞪眼过去 过了片刻 她忽而忧伤 嫂嫂声明大意 就算姨娘错了 这处罚 也该有个头吧 总不成 此后我们母子三人 永不得相见了 她忍不住轻声的祈祷 哥哥 你不记得小时候 姨娘多疼你了吗 哥哥 好狠的信仰 她总有千般不适 万般不好 我们也是她的骨肉 怎么这般气他无辜 长风被她哭得心里难受 急急道 怎么会不哭呢 你嫂子早有我说好了 如今老太太爹和太太都在 姨娘是不能回来的 若有一日分的家 我和你嫂子 最后尽笑的 墨兰心头一冷 顿时火冒翻着 似顺时这样的官宦人家 必是要等父亲 王顾 子孙 才能分家的 可圣红身体素来康俭 但几十年后 还不知谁熬得过谁呢 他抬眼 去看柳氏 只见他 微微而笑 长风在他身边 一步一驱 便如儿子 依恋顺从母亲一般 墨兰顿时气质上涌 桑桑 真是驯服有道 如今哥哥 什么都听你的 他比听爹还灵呢 这话又写过了 长风顿时脸色一沉 你也知道我是你兄长 这是该对兄长说的话吗 没规矩 都怪姨娘当时一眼 没好好叫你 墨兰身平头一遭 被同胞哥哥骂 眼眶一红 又要哭出来 柳氏慢慢的挪过去 拉住丈夫的手 相公跟四妹妹致什么气 四妹记挂一酿 说话冲了些 也是有的 好了 你赶紧到前头去吧 待会儿吃起酒来 爹爹一个 可应付不来四位姑爷哦 相公可要挡着些 那我吃醉了倒不要紧 长风含笑 柳氏冉冉道 回来 我给相公熬解酒汤 长风笑得温柔 转头对宁兰道 柳妹妹多坐一会儿 陪你嫂子说说话 最后瞥了墨兰一眼 你嫂子有了身子的 你也懂事件 不可惹她生气 说完这话 转身便走 墨兰急于气绝过去 一耍拦了凤仙花枝的牵手 死死地扯着帕子 恨不能撕碎了眼前的狄青胸枣 忍了半啥 最后奋而奔出去 也不知去了哪里 明兰低头吃茶 全然当作没看见 只和柳氏说了几句 无关痛痒的家常 柳氏言语泼妙 谈性也好 始终不提语长风 与灵一样一句 只乐得聊着生活中的 琐事趣闻 说了回此话 明兰便借此告辞 有事也不挽留 笑盈盈的起身相送 脚下的细沙石子路 再熟悉不过 左一拐右一弯 明兰连超三段近路 到了树安堂 然后大摇大摆的往里走 到了里屋 只见圣老太太 正坐在炕上 慈想的看着熟悉的婴儿 听见有人进来 他头也不回 依旧注视着孩子 瞧这小子 睡得沉有 这不像你 你小时候 便是风吹帘子动 你都会醒过来 明兰笑嘻嘻地挨过去 哈巴狗似地蹭着老太太 这小子向他爹 只要放心睡了 抬去丢护城河里 也是不知的 老太太缓缓转过身来 看着明兰 含笑道 都说完了 可不得说一圈吗 真恨不能飞过来 明兰也坐在床边 投靠在老太太壁上 哎 祖母 我想你了 随即又左右看顾 犬哥呢 我给他带了东西 老太太伸手 揽着明兰 轻覆着他的病角 本想叫他留下等你 可华兰的那小哥俩 在门口伸头缩脑的一张网 他就坐不住了 这玩那仨小子 也不知也哪儿去了 全哥儿听话吗 明兰摆出掌辈拍头 可有我小时的一半乖 老太太轻挂的面容 也不禁露出了笑容 哥儿不比丫头 刚能跑那会儿 房妈妈得领三个丫鬟 才能把她拿住 不过 背书写字起来 那板着小脸 都和你大哥一模一样 也不知大哥哥 现象怎么样了 盛红虽嘴里不说 但瞧着今日和家团圆热闹 单缺了掌子掌席 到底有些可惜 明兰想起一事 大嫂子上回信里说 有身孕 算算日子 也就这两月了 别的也害怕了 只怕那儿缺衣少药 未免不变 我也真忧心这个呢 老太太微微蹭眉 我和你爹商量着 预备送两个得力的婆子过去 就是路不好走 既荒癖又难认到 明兰府长笑道 我也想到这个了 前阵子与侯爷商量了下 他说年后兵部钓鸭一批 兵蟹粮草往那边去 路径哥哥处 不如叫家里的车队随着一道去 既牢靠又不怕走失了 您想送多少药材补货都成 我也不说麻烦姑爷了 老太太虽语其叹赞 却透着一股真心高兴 你老子心里约也是这个主意呢 只是爱装模作样 不肯自己开口 那时爹爹聪明 他知道祖母 怕比他更计划大哥哥 就乐得省下这功夫 老太太半急半笑 你老子 什么时候不聪明了 祖子俩打去起胜负当家老爷来 毫无压力 三哥哥倒是娶了个好媳妇 聊着聊着 明兰就说起适才的见门 适才四姐姐又跟三哥哥提起林姨娘了 说的可厉害了 不过都叫三嫂挡了回去 三哥哥还斥责了四姐姐呢 老太太脸上不知是喜是忧 轻轻抚着明兰叹道 唉 你三哥你三哥人不坏就没个主心骨 当初听灵氏的话 如今听媳妇的话 唉 好在你三嫂比灵氏强多了 明兰如猫儿一般 整着祖母的腿 看似姐姐这般心心念念着林姨娘 也是不易 老太太沉默了片刻 猜到 有件事 她顿了顿 入秋那会儿 墨丫头 曾划过胎 明兰已经 撑着半抬起身来发愣 老太太道 墨丫头 和遗鸟们斗 成日的机关算计 连有了身子都不知道 唉 也是思虑过深 明兰没了半傻 依旧什么都没说 或者说 她不知道说什么好 大酒长一遍 听一遍 要全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